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動物桌遊 我們準備的器材有桌遊一套 每張動物卡上有三個提示 我們要根據這三個提示來猜出後面的答案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遮住了第二個跟第三個提示 我們可以先知道第一個提示是生活在平原 如果學生答對了,就給他三分 接著我們展示第二個提示是以樹葉為實 如果學生在這個地方答對了,就給他兩分 再來第三個提示是脖子很長 如果學生在第三個提示才答對,可以給他一分 如果這三個提示學生都沒有答對,就得零分 現場教師可以運用本影片在課堂中教學 在學生聽提示作答的時候,老師可以按暫停 給學生思考的時間,給學生思考的時間 讓學生可以回答答案,還有加分 之後我們再繼續看影片,了解動物的生活及特徵 舉例來說,第一個提示是生活在平原 那學生在這裡就答對了,請給他三分 他就可以,老師這個時候就可以按暫停 那學生可以寫出答案,然後旁邊自己做加分的動作 再來學生如果在第二個提示 就是以樹葉為實,他答出來了 那就是給他兩分 那這個時候老師就可以按暫停 讓學生可以寫答案跟加分 最後一個提示是脖子很長 講完之後,老師就可以按暫停 然後讓學生回答和加分 最後老師再公佈這個答案叫做場景錄 第一個提示,四隻腳的動物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二個提示,跑得快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提示,古代人的做起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再來我們來公佈答案 答案就是馬 馬的特徵,有四隻腳的動物 跑得快,古代人的做起 好,接著我們來看下一張 好,這一張他也是四隻腳的動物 大家想一想,猜一猜 好,第二個提示 是,嗅覺靈敏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第三個提示 人類的好朋友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我們來公佈答案 好,我們來公佈答案 我相信大家都有猜到的就是狗 那狗,那狗呢 那狗呢,它的特徵有四隻腳的動物 嗅覺靈敏,是人類的好朋友 再來我們看下一張 好,四隻腳有爪子 有沒有人要作答?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第二個提示 是會喵喵喵叫 會喵喵叫 有沒有人要作答? 再來,第二個 他爬行緩慢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最後一個提示 背著殼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我們看正確答案 我們看正確答案就是 烏龜 那烏龜它是四隻腳的動物 爬行緩慢,背著殼 接著我們看下一張 好,第一個提示 四隻肥短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第二個特徵是 嗅覺靈敏 有沒有人要作答?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特徵是 全身上下都可被人類所利用 有沒有人要作答? 我們來公佈答案 就是豬 豬的特徵就是 四隻肥短 嗅覺靈敏 全身上下都可被人類所利用 好,再來我們來看下一個提示 來,會飛的動物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第二個 具有良好的方向感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提示 第三個提示 古人用來傳信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我們來公佈答案 就是鴿子 猜到了嗎? 鴿子呢 它的特徵就是 會飛的動物 具有良好的方向感 古人用來傳信 好,第一個特徵是 會用尾端的刺來防衛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二個特徵是 會吸食花蜜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特徵是 巢穴呈現六角格子狀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我們來公佈答案 答案就是蜜蜂 蜜蜂的特徵有 會用尾端的刺來防衛 會吸食花蜜 巢穴呈現六角格子狀 第一個特徵是 冷血動物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第二個提示是 身上有鱗片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提示是 沒有腳 有沒有人要作答? 那我們公佈答案就是 蛇 蛇 蛇的特徵呢 它是冷血動物 身上有鱗片 沒有腳 第一個提示是 一般生活在比較潮濕的地方 有沒有人要作答? 好,第二個提示是 行動緩慢 有沒有人要作答?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提示是 背上有殼 有沒有人要作答? 我們來公佈答案就是 蝸牛 蝸牛它的特徵是 一般生活在比較潮濕的地方 行動緩慢 背上有殼 第一個提示是 嗅覺十分靈敏 視力比較差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二個提示是 會站立 但是大部分時間選擇是用四角爬行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提示是 冬天時會冬眠 冬天時會冬眠 有沒有人要作答? 我們來公佈正確答案 答案就是 熊 熊的嗅覺十分靈敏 視力比較差 會站立 但是大部分時間還是用四角爬行 冬天時會冬眠 第一個提示是 海洋生物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二個提示是 會噴水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提示是 地球上最大的動物 有沒有人要作答? 我們來公佈答案 答案就是 鯨魚 鯨魚它是海洋生物 會噴水 是地球上最大的動物 第一個提示是 生活在寒冷的地區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二個提示是 第二個提示是 會游泳 有沒有人要作答? 第三個提示是 有翅膀 有沒有人要作答? 我們公佈答案 答案就是 企鵝 生活在寒冷地區 會游泳 有翅膀 就是企鵝的特徵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